聯邦官員週二宣布 政府會向疫苗製造商Moderna撥款1.76億元 以加速開發針對人類禽流感的疫苗 Moderna目前正在進行一種禽流感疫苗的初期試驗 該疫苗使用與新冠疫苗相同的mRNA技術 而這筆資金將用於該疫苗的後續測試 如果早期試驗結果積極 將於明年進行後期試驗 官員還強調如果出現與H5N1禽流感不同的流感病毒威脅 該疫苗項目可以迅速轉向針對其他類型的病毒 自今年3月以來 全國已有12個州與牛感染H5N1禽流感 目前已有3人感染病情均較為輕微 但由此引發的擔憂日益增加